因為這台A7R A7R是6000萬像素 剛剛是拍JPEG的連拍速度 那這個是Raw檔的連拍速度 就慢了還蠻多 而且你拍完它讀進去記憶卡的速度 也需要等它一下 它才會慢慢把它讀到記憶卡裡面 這整個速度都有差 那因為這台是A7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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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000萬像素的感光元件 所以我們剛剛是JPEG的連拍速度 現在是Raw檔的連拍速度 所以就慢了還蠻多的 那你拍完了還要再等它讀到記憶卡裡 還要等一下下 所以就是超大像素 我看見這台